冰火菠蘿的圓形去搭配 自己吃剛纯的炒飯還好吃 它的起司味又很濃 太大一坨了啦 有沒有 我覺得跟那個Oreo有得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娅 那我今天要來做五款便利商店創意料理 吃廁開箱 那這些都是我從7.7買回來的 我要來做出混搭的創意料理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首先第一要換是個多利多汁搭配炒飯 那這個的話口感就會比較酥脆 然後搭在這個炒飯裡面的話 應該會有另一種風味 那我們就現在又來試試看囉 剛剛不小心搗的放在裡面歪掉 先把這個多利多汁捏碎 那我的多利多汁是選擇起司口味的 哎呦 欸可以脆了噴得到處都不死 我就覺得它那個芝士的味道就還蠻濃蠻香的 好 我來試試看它的口感 多了一層那餅乾的脆片的口感 它的起司味又很濃 至於是單純的炒飯還好吃 然後搭配這個小蘭炒飯 我覺得它們其實蠻搭的 你試試看 好 炒飯會多一點餅乾的感覺 還不錯啊 還不錯 那你這樣子給它幾顆心 兩顆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給了三顆半 大概三顆半 不能再多了 第二樣的話就是這個 微粒炸醬麵加上吐司 你是不是最期待這個 炸醬麵配吐司 因為感覺很奇怪啊 最想試試看 那我們就擋三分鐘 好了 這是奶油口味的吐司 蠻好吃的 鹹鹹鹹鹹鹹的 多搭吐司就是會多一種奶油的香氣 你吃肉眼 這比較好吃嗎 意外的好吃 我給四粉 比剛好 可是這也不難吃啊 我就想給四粉啊 我覺得這兩個程度差不多 我就想給四粉 好 那就是豆很好吃 來進行第三個 然後我是以冰火菠蘿的圓形去搭配的 加上那個Oreo的 看這個 冰火菠蘿 Oreo 冰火菠蘿 我覺得它就是多了這個巧克力脆片 會多一個口感 然後我覺得Oreo基本上 加什麼都不會難吃吧 這個應該有4.5吧 OK5分 綁分了 這馬子 第四樣是這個 波卡加上這個姿勢條 我在網路上說這個波卡這樣搗碎之後 然後再加上那個姿勢條 會有那種 姿勢瀑布的感覺 這樣子夠碎了欸 夠碎了 我再幫你夾什麼 就是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又幫我幫我 不要這樣子搗帶進去 這樣 搗碎了 靜置得好 開始 還沒有把它弄那麼快 快要轉到 根本就還沒融化 是不是要加熱喔 是不是要放微波 哇 欸它真的有欸 上來吧 上來 上來 太大一坨了啦 上來吧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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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坨從來就是麻煩的姿勢 它還是有那個薯片的味道 因為我買原味的嘛 它有那個原模一薯的味道 要加熱水 記得加熱水 剛剛一開始加太少了 然後它剛剛就有一種 好像要失敗的感覺 然後加完熱水就一直攪一直攪一攪 然後它就會這樣子 來 換你試吃 我請一袋一攪 沒有 它是吐槽一攪 它本來一點都不喜歡 這個籤詩 太誇張了吧 不是 你先覺得它這樣子搭配 其實是好吃的 可是 說不定是水加太多 如果再弄得 乾一點嘛 對 乾一點的話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很濕啊 總之呢 滿分五分我得 四分 不能再多了 好吃 好吃 但是不能再多了 現在要來開最後一個搭配就是 雪碧加上福加特 這個是一個小酒的搭配 然後再加上這個聖誕 欸 這樣我應該本來就不用加冰塊 我覺得滿冰的 然後我加水 欸 有Feel啊 有Feel啊 漂亮嗎 欸 好像還真的還不錯 好喝欸 好喝欸 我喝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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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欸 怎麼樣 今天是MVP嗎 還不錯 我覺得跟那個Oreal有得比 我一樣 給五個這個就這樣做 做個總結 那今天我覺得最好吃的是 這個吧 我覺得這個調酒還有水準 這是可以微醺的程度 又比外面的調酒賣得便宜 我自己是喜歡這個調酒的組合 那你咧 我最喜歡Oreal加菠蘿麵包 然後再來是那個葡萄 葡萄這個嗎 所以這個都算了 共產的冠軍 但我覺得這個如果直接搭雪碧也會好喝 這樣滾應該是OK 那就是滿一般的喝法 對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 掰掰 好吃嗎 你不吃嗎 吃蛋 你好壞喔 什麼意思 很難吃嗎 你這個也不吃掉 不要吃 不許浪費 最討厭浪費 那妳吃啊 我最討厭浪費 那妳吃啊 我最討厭浪費 那妳吃啊 我最討厭浪費 我還是我可以給妳看 我最討厭的